在一片灰烬还有浓烈烧焦气味的现场展开调查 这是火灾调查人员的日常 大火肆虐过后的建筑物可能随时崩塌 或是起火点残留有毒气体 无法深入火场那就由机器狗担任先前部队 你看它可以自动前进 左右转弯非常灵活前进 可以负重10公斤的机器狗能轻松背起震侧仪器 火场里的蛛丝马迹靠它就能搞定 接下来我们要测一下这个火场的硫化氢和液氧化碳这两项指标 这是我们火灾现场最常危害火灾调查员的一个两种可爱气体 我们现在对现场做一个针检 现在就表示的是这个液氧化碳已经超标这个火灾现场 它已经开始在报警了 机器狗探路发现火场暂时不能进入 火灾调查的技术人员决定增派无人机进入现场扫描 脆弱的无人机四周有一层特别的保护罩 它的结构非常的柔软 可以起到很强的缓冲作用 这样的话我们在建筑内部遇到各种障碍物的时候 就可以对飞机的机身悬翼进行保护 防止飞机在建筑内部因为碰撞而跌落 也便于我们更好的侦查建筑内部情况 从空中检测之外还能透过3D雷射扫描仪 360度把数据传进电脑里面 等到人员可以走进现场 再用手持式的3D扫描设备 针对可疑的起火地点进一步的仔细探测 燃烧后的残留物非常难以提取 因为它一碎你轻轻一碰它就碎了 它这个痕迹就难以保存下来了 那通过这个方式的话就可以完整的把它的痕迹保存下来 然后它的精度大概是5根头发丝 0.5毫米 所有的扫描数据借由软体整合 再搭配电脑游戏的场景运算方式 就能做出完整的3D火场模拟图 这个部位我们可以拉近拉远 然后可以上下 第一个视角都可以看 这就是没有视角 它是一个360度的一个全景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 和现场完全是一致的 你看我们这个地面都能非常看得清楚 或这个墙上的裂痕裂缝 借由模拟可以缩短调查的时间 调查人员也不用多次冒险进入现场勘查 从这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自动建筑高7米宽 长15.6半米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体积一个面积 都可以通过电脑上进行计算 就减少了人工的反手的一个测量 也保证了一个人身的安全 对以前如果我们用测距离测量的话 测距离需要一个反光点 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火灾现场烧完了以后 它墙都倒了 墙都塌了 是根本没有找不到这个反光点的 如果想细部探勘各种攜带式的检测工具 有如把检验室都搬到火灾现场 透过超音波能检测建筑的裂缝 了解受损情况 至于人眼看不到的内部结构 还有X光现场扫描 现场的微量物质有时候就是火灾调查的关键 攜带式的光谱仪能够立刻解开生命物质的面纱 那么这个样本它的这个含量实际上是很少的 那么可能只有几微克 但是我们这个仪器的灵敏度很高 那么现在的这个结果显示 它主要含的是汽油和润滑油 那么这个呢是在我们这个4S店里面常见的一些液体 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 就是说因为这个这些液体 可燃的液体引起火灾的可能性 现场的见识人员还能透过混合石镜头盔 和后方的专家即时互动 多一双眼睛共同展开调查 先进的科技技术不予火灾调查超能力 有了科技神器的加持 不必在一片灰黑当中冒险摸索 及其检测外加模拟 协助火场侦探迅速解开案件名团 体育别新闻综合报答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